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张地图有点奇怪 爸爸 我们不会是迷路了吧 别担心 佩奇 我很擅长看地图 哦 有点奇怪 我们迷路了 嗯 是的 这是小狗丹尼和他的爷爷 你好啊 佩奇 你好丹尼 我们迷路了 迷路 卫星导航坏掉了 卫星导航 你们开的这辆车是T32200路营车 卫星导航是基本配备 欢迎来到蔚来汽车系统 哦 所以这个按钮是开启导航的 请问今天想去哪里呢 露营车 他竟然在说话 很厉害吧 顺着语音导航就能找到路了 可是 他怎么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呢 你告诉他呀 嗯 你好 露营车小姐 你好 我们要去度假 你能告诉我们怎么走吗 只要沿着这条路继续执行就能到了 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不用客气 祝你们玩得开心 危险 危险 汽油不足 汽油是什么 汽油是能让车子跑起来的液体 那么 汽油会不够吗 不会 车子会在汽油用尽前提醒你 汽油用尽 哦 天哪 幸好 我还另外带了一桶汽油 做得好 主爸爸 我们只要把这桶汽油倒进油箱里 然后 哦 怎么了 这里面什么也没有 油箱 消失了 这是杨妈妈 还有小杨苏西 你好 苏西 你好 佩琪 我们汽车里的油箱不见了 什么 油箱不见了 是的 我在车里找不到它 我很想帮忙 但是我对车子的事不是很了解 我很有可能会搞错的 你看 这个应该就是油箱了吧 哦 是的 看得漂亮 杨妈妈 露营车的油箱在车子的后面 好了 汽油应该够了 谢谢你 杨妈妈 不用客气 祝你们一家玩得开心 爸爸 我们快到了吗 上坡请注意 已经抵达目的地 好 该睡觉咯 我们睡在哪里呢 你妈妈和我睡在这张床上 哦 你们两个睡在楼上 但这里没有楼梯能上去啊 哦 看这个 露营车的车棚被打开了 这辆露营车 好像我们小小的家呀 这车就是我们旅途中小小的家 晚安 我的孩子们 晚安 圣诞老人的来访 今天是圣诞节 现在还很早 佩奇和他的家人 在猪爷爷和猪奶奶家过夜 乔治 快点醒醒 圣诞老人来过了 是泡泡气 和漫画 还有一个橘子 爸爸妈妈 今天是圣诞节了 什么 时间还很早呢 佩奇 你们去跟猪爷爷和猪奶奶 说圣诞快乐吧 爷爷奶奶 不要慌张 动到甲板上来 今天是圣诞节了 现在才刚刚凌晨三点而已 但圣诞老人来过了 我们能看看他还在不在吗 不在 圣诞老人已经走了 瞧 胡萝卜饮料 还有肉馅派都已经吃完了 他只留了一点碎屑 是啊 圣诞老人喜欢吃美味的肉馅派 圣诞树的下面还有很多礼物呢 我向圣诞老人要了一个娃娃 我现在能打开看一下吗 等吃完圣诞午餐之后 再把这些圣诞礼物打开吧 哦 好的 佩奇和她的家人正在吃圣诞午餐 我们来拉圣诞拉炮吧 你们看呢 这里面有一只帽子 还有派对喇叭 还有一个笑话 什么东西在天空中晃荡 这个我不知道 一架直升机啊 这个圣诞布丁真的很美味啊 是佩奇和乔治帮我一起做的 是我和乔治搅拌的 那你有没有许过愿望啊 是的 我许的是 你告诉我们 我们去把礼物打开吧 太好了 这个是要给乔治的 真的是一辆赛车 这个看上去好像很复杂呀 让我来看看吧 这块放在这里 然后这块放这里 接着车子放在这里 我们来比赛吧 各就位 预备 开始 猪爷爷和猪爸爸玩赛车 玩得很开心 那不是乔治的赛车吗 我看乔治玩那个盒子 玩得更开心 这个是给你的礼物猪爸爸 啊 是袜子 我的也是 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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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后这份礼物一定是给 我 我向圣诞老人要了一个娃娃 能走能说 睡觉的时候还能闭上眼睛 哦 是鸟石 鸟石 看来这份礼物是给鸚鸵玻璃的 但这是最后一份礼物了 圣诞老人肯定是把我给忘了 你好 请问我可不可以和佩琪说话呢 佩琪 小杨苏西找你 你好啊 苏西 你拿到你的娃娃了吗 没有 我的拿到了 她可以哭 可以笑 可以睡觉时闭眼 她什么都能做 圣诞老人把我的礼物给你了 不是的 标签上写着 给小杨苏西 圣诞老人肯定是把我给忘了 圣诞老人正在回家的路上 今年的最后一批圣诞礼物也送出去了 哦 我的麻袋里好像还有什么东西呢 圣诞老人怎么会忘了你了 我没有做一个好孩子是不是呀 圣诞老人 圣诞老人 你好啊 她是从我家烟囱进来的 当然是这样的 奶奶 这是给你的礼物 佩琪 对不起 有点晚了 我的娃娃 谢谢你 圣诞老人 你要来点圣诞布丁吗 这是我和乔治搅拌的 我们还对着他许愿了 嗯 很好吃 我当时许的愿望就是在圣诞节那天 能见到圣诞老人 你真的出现了 黑梅灌木层 佩琪和她的家人在猪爷爷和猪奶奶的家里 今天我要来做一些苹果黑梅的酥皮点心 太好了 我想请你们这些勇敢的探险家们去摘水果 猪奶奶啊 我们带了装苹果的篮子 还带了用来装黑梅的小水桶 先来完成简单的任务吧 我们来摘苹果 在我们数到三之后 一起来摇数 一 二 三 现在去摘黑梅吧 我们为什么不只做苹果酥皮点心呢 因为黑梅的酥皮点心也很好吃猪爷爷 好吧 现在轮到困难的任务了 看这里 这就是我说的黑梅灌木丛了 我小的时候就有这些黑梅灌木丛了 这灌木丛长得太快了 我几年前就该把它处理掉的 爷爷 为什么你会不喜欢它呢 我就是非常不喜欢它瞪着我的样子 糊涂的猪爷爷 这只是无害的小灌木丛 而且上面还结满了可爱的黑梅 乔治看到了一些非常大而且非常多只的黑梅 小心点 乔治 小心别被树藤缠住了 我带了一根杆子 可以够到那些长在高处的黑梅 爷爷 你真是聪明啊 但是最好的黑梅都长在灌木丛的最顶端 所以我要借助梯子帮忙 嗯 你不要爬得太高了 猪妈妈 别担心 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 就经常会爬到这上面 是的 可你已经不是小女孩了 我对自己很有信心 哦 糟糕 猪妈妈从梯子上摔进了黑梅灌木丛里 妈妈 你可以出来吗 不行 我被困住了 你被困在了荆棘丛里 就好像是睡美人那样 什么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公主 我们称她为睡美人 有一天 她在一片荆棘丛里睡着了 她就这样整整睡了一百年 很好 这个故事真有趣 佩琪 小羊苏西过来了 你好啊 佩琪 你好啊 苏西 我的妈妈现在在黑梅灌木丛里呢 而且她要在那里单身一百年 就像是睡美人那样 然后会有一位英俊的王子来救她 王子会给她一个吻 我的妈妈正在进行一场大冒险 真希望我的妈妈也能有一次这样的冒险 有谁能想个办法把我从这里救出去 别担心 妈妈 在一百年之后 就会有一位英俊的王子来救你了 我就是那位英俊的王子 祝爷爷把你的修枝剪借我用一下好吗 没问题 当然可以 勇敢的猪爸爸骑士 大家都往后退 接招吧 你这片带刺的怪不从 太好了 亲爱的王子 亲爱的公主 可你应该要在荆棘丛里待上一百年才对啊 我刚才已经待得够久了 谢谢 妈妈现在变成了一棵黑梅树 我还以为只有我会碰上这样的事呢 站好别动 我们来摘你的黑梅了 快把这些摘好的水果带回去给猪奶奶吧 奶奶 奶奶 妈妈刚刚进行了一次冒险 然后妈妈摔进了灌木丛里 她的样子非常滑稽 她还不停地叫 啊 救命啊 救命 最好是爸爸把她救了出来 故事结束了 谢谢你 佩琪 我想这个故事大家可能都已经听腻了 可是这个故事很有趣呀 我想从现在开始 我都不会再想看见黑梅了 那你想不想吃苹果黑梅的酥皮点心呢 这个嘛 嗯 真好吃 猪妈妈喜欢吃苹果黑梅的酥皮点心 大家都喜欢吃苹果黑梅的酥皮点心 世界上最大的泥坑 佩琪和乔治睡觉的时间到了 外面的雨下得好大呀 这就说明天就会有泥坑给我们跳了 哦 太好了 你从没见过下这么大的雨 现在是早上 太好了 去掉泥坑了 哦 你好啊 鸭太太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哇哦 大雨引发了一场洪水 现在我们的家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孤岛 你好啊 尼康 我这就来了 哦 这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水 那我们怎么去买食物呢 那就只好让爸爸一个人游泳去超市了 呃 猪爷爷开着他的船来到了佩琪家 啊哈 你们好啊 今天是个适合杨帆的好日子 呃 是的 我们要开船去超市 你们要带点什么吗 是的 拜托了 可以帮我们买一些番茄 还有意大利面吗 番茄 还有意大利面 鹦鹉玻璃会重复他听到的每一句话 玻璃可以当我们的购物清单 谁是聪明的鹦鹉啊 哦 谁是聪明的鹦鹉 我们可以一起去吗 拜托了 上船来吧 嘿嘿嘿嘿嘿嘿嘿 那个地方就是小杨苏西的家啦 嘿嘿嘿 我们准备要去超市 需要给你们带点什么吗 妈妈 我们需要买点什么东西吗 是的 不笑ering 我们需要晚餐吃的食物 买巧克力吧 谢谢 巧克力 你好啊 丹尼 你好啊 佩奇 我正在给我的爷爷帮忙呢 我们在给大家提供救援呢 今天是个救人的好日子 需要帮你们从超市带点什么吗 也许我需要一份报纸吧 还有漫画 一份报纸 漫画 爷爷 水里面那根棍子是什么东西啊 啊 是潜水艇 大家都做好准备 你们好啊 我的伙计们 是兔爷爷开着他的潜水艇来了 这真是个扬帆起航的好日子 还有这样的大海 还有天空 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 需要帮你买些什么东西吗 是的 请帮我买奶酪 奶酪 猪爷爷的船终于抵达了超市 你们好 今天真是安静的一天 你们是我的第一批顾客 大概是因为洪水的关系 有点好笑对吧 只是下了一点小雨 大家就都待在家里了 你们需要点什么 玻璃有购物清单 谁是聪明的义务 谁是聪明的义务 哦 糟糕啊 玻璃忘记要买些什么东西了 幸运的是 我还记得所有人要买的东西 奶酪来了 谢谢佩奇 你真是个好孩子 报纸 还有漫画 谢谢你 佩奇 还好有佩奇去超市帮我们买东西 否则晚餐什么吃的也没有了 这是你们要的巧克力 这下我们晚餐有吃的了 妈妈 佩奇和乔治终于回到了家里 睡觉的时间到了 现在是早上 洪水已经退去了 但是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泥坑 是泥坑 我想这个泥坑 可能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泥坑 圣诞老人的小屋 今天是平安夜 想要去看圣诞老人的小朋友 请举手 哇 哇 哇 那我们是不是要到北极去呢 没有那么远的 佩奇 但是爸爸 圣诞老人不就是住在北极的吗 我们比较幸运 他在圣诞集市上 就有一个小屋 佩奇和乔治去集市上看圣诞老人 你们大家好 你好 请小朋友们坐上精灵列车 我们要去圣诞老人的小屋了 苏西 你想问圣诞老人 要什么样的礼物呀 我还不知道呢 那么你想要什么礼物呢 我想要一个娃娃 能走路 能说话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还能闭上眼睛 那我也想要那个礼物 圣诞老人怎么会记得 我们每一个人想要什么玩具呢 他可能会列一个清单 他的雪橇一定非常快 不然一晚上怎么会跑遍全世界呢 因为那是超级雪橇啊 圣诞老人的年纪已经非常大了 他可能已经有几百岁了 他比我的爸爸还要老呢 圣诞老人的小屋到了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你好啊 圣诞老人 你们是不是都很乖啊 是的 那么你们的房间有没有保持整洁啊 是的 那你的呢 那当然了 现在可以过来告诉我 你们想要什么礼物了 我想要一个足球 谢谢 我想要一家木琴 教员片游戏 一套变魔术的装备 谢谢 一定要赛车 我要弹力学 我想要火车 谢谢 一列玩具火车 不是 玩具火车 我要真的火车 那种我可以开的 可以有真的成个的火车 那我只能尽力而为了 小朋友们都说过了吗 还有我们两个没有说 真不好意思啊 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小猪佩琪 我们以前见过的 哦 是啊 很高兴能再次见到你佩琪 那圣诞礼物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一个娃娃 能走路能说话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还能够闭上眼睛 拜托了 我要的礼物也是这样的 非常的好 你知道我住在哪里的 是不是啊 哦 是的 你多大年纪了呀 我已经有好几百岁了 我就说吧 再见了 圣诞老爷 你们不要忘了给我留一个肉线派 还有 喝一杯饮料 我知道的 还要留一根胡萝卜 给你的信录 佩琪和她的家人 离开圣诞集市 开车回家去了 爸爸 我们为什么要带着这些箱子呢 我们要去猪爷爷和猪奶奶家里过圣诞节 但是那样圣诞老人就不知道我在哪了 不要担心佩琪 圣诞老人她什么都知道的 奶奶你好 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 没错 我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 快来搅拌圣诞布丁 然后许一个愿吧 佩琪和乔治许下了他们的愿望 我想要赛车 哦 别告诉我是什么 这些肉线派和饮料都是给圣诞老人准备的 还有一根胡萝卜是给迅鹿的 有谁会在晚上的这个时间来呢 我们可是什么都不会买的啊 快乐与日晚红尖日的旨意 是圣诞宋歌队 轻轻的下圣诞节到了 大家圣诞快乐 佩琪和乔治的睡觉时间到了 我小时候就是睡在这间卧室的 圣诞老人知道猪爷爷和猪奶奶住在哪里 是不是呀 哦 是的 她已经来过这里很多次了 晚安了 佩琪 晚安了 乔治 佩琪和乔治已经睡着了 等他们醒来 就到圣诞节了 今天佩琪 乔治还有猪奶奶要坐猪爷爷的船一起出游 你们好啊 佩琪还有乔治 我们做好出海的准备了 那么我来把船开轻一点吧 小心一点 别撞上那根大柱子了 爷爷 那柱子是用来拴船的 我不会碰到它的 爷爷 你的船被撞了一个大洞 至时碰撞了一下而已 哦 爷爷 你的船正在下沉呢 快点 猪爷爷 跳下来 船长是永远不会放弃他的沉船的 现在猪爷爷的船已经沉到了河水的底部 狗爷爷过来了 你好啊 猪爷爷 打算驾船出游吗 是的 狗爷爷 你好啊 我今天要把船开去修船厂那里 我要把我的船修理一下 你能不能帮个忙 把我的船也拉去修船厂呢 拜托了 当然可以 你的船在什么地方啊 我正站在上面呢 哦 你的船沉了 那个 沉了一点点吧 我很惊讶 你的船不是很久以前就沉下去了吗 什么 我的船可比你这个老袖桶好太多了 狗爷爷和猪爷爷是非常好的朋友 快抓住这个船长 没问题 船长 狗爷爷的车子把猪爷爷的船从水里掉到了岸上 哇哦 下一站 修船厂 什么叫做修船厂呀 所谓的修船厂就是可以修理破损船只的地方 这里就是兔爷爷的修船厂啊 你们好啊 我的朋友们 你好呀 亲爱的兔爷爷 哇哦 你的船这是怎么回事啊 猪爷爷 哎 有个人开它的时候撞到了一根柱子 狠狠地撞了一下 然后撞出了个大洞在那儿 你要好好保护你的船啊 可不能让别人偷走的 是的 你能修好它吗 当然可以 我要先来量量这个洞有多大 兔爷爷在用尺量猪爷爷船上破洞的大小 现在我要找些东西把这个洞补弃了 你居然知道怎么修船 真是厉害 嘿嘿 多年的经验积累 让我知道怎么修好船 那么你修船已经修了多少年了 很多年 兔爷爷收集了很多破铜烂铁 他用这些来修船 看这些 他们可是我的金矿 这明明就是一堆垃圾嘛 嘿嘿嘿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们变废为宝啊 比如说的 比如潜水艇 哇哦 兔爷爷用这些破铜烂铁做了一艘潜水艇 他真的能够使用吗 你们瞧这个 他的蓄水舱开始进水 所以潜水艇很快就沉了下去 但是再上来就没那么快了 你们瞧啊 这个就是我要找的东西了 可是这不是洗衣机吗 就是这个东西 它能够修好猪爷爷那艘船 难道你要用这个洗衣机上的铁皮来修我的船吗 是的 瞧啊 就和新的一样了 太棒了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 准备好要出海了 太神奇了 飘起来了 你好像很惊讶嘛 是啊 一般情况下第一次会沉下去的 现在我们可以坐着这艘船出游了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 佩琪 这就是生活 坐着船出游 享受着大海还有天空 我写了一首歌 关于大海还有天空 你们想要听一下吗 不用了 谢谢 想听 想听 我今早起床 海洋还在 天空也没有走远 主佩琪 佩琪和乔治已经睡着了 完了 我的孩子们 猪爷爷和猪奶奶来家里吃晚餐了 你们好啊 你们好 佩琪和乔治在哪里啊 他们都睡了 但是我真的太想见见她们了 我能偷偷看一眼吗 好的 主奶奶 但一定要轻一点 你好奶奶 你好奶奶 你们好 我的小宝贝们 你们现在该睡觉了 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好的 但是你们两个一定要保证 听完马上就睡觉 我们会睡觉的 只要你给我们讲故事 好的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 有一只小马 他叫做佩德罗 然后他找到了一颗魔豆 哦 没错 接着佩德罗种下魔豆 魔豆发芽长大 变成了巨大的豆精 豆精高耸入云 杀得没错 佩德罗爬到豆精的最上面 然后发现了 一个非常可怕的大怪物 但是我不想听这个了 我想要听公主的故事 哦 好的 然后佩德罗找到了一位漂亮的公主 佩奇和乔治爵士 一个勇敢的骑士 还有一个厨师 他能做出最好吃的巧克力蛋糕 对吧 猪爸爸 猪爷爷和猪妈妈在等猪奶奶吃晚餐 我要上去看看猪奶奶怎么还不下来 之后的故事是什么样的 淘气的猪奶奶 你怎么把小家伙们吵醒了 我们已经保证过了 故事结束就去睡觉 爷爷 我很擅长讲故事的结尾 猪奶奶 你先到下面等着吧 我不会太久的 有一个男孩 还有一颗豆精 以及一位美丽的公主 勇敢的骑士 还有会做美味食物的厨师 好吧 等他们吃完了美味的晚餐 每个人都睡着了 故事结束了 然后他们又醒过来了 一个巫师过来了 一个巫师 是的 一个巫师 他会表演很多神奇的魔术 啊 然后呢 然后又过来了一条可怕的龙 猪奶奶 猪爸爸和猪妈妈仍然在等着吃晚餐 猪爷爷的睡前故事好像也不太管用 我可是很擅长讲睡前故事的 我可以马上就让他们睡着 一条可怕的龙 贝琪 乔治 回去睡觉 可是现在爷爷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呢 爸爸 我来把故事讲完 我马上就会下去的 好吧 故事里有男孩 一颗斗鸡 一座城堡 一位美丽的公主 一位勇敢的骑士 还有厨师 巫师和可怕的龙 还有一个非常饿的国王 所以他们饱餐了一顿 然后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故事结束了 然后他们开了一个派对 他们所有的朋友都来了 好吧 看来得我出场了 猪爸爸 他们马上就要睡觉了 那谢谢你 剩下的我来吧 你要把故事讲完才行 妈妈 好的 快上床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很久以前 在古代的时候 故事是在很久以前 猪妈妈已经在上面待了很久了 我好像听见大呼声了 真是太好了 贝琪和乔治终于睡着了 故事的最后 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故事结束了 贝琪 乔治 嘘 妈妈已经睡着了 现在看来 我们的公主贝琪才是最会讲睡前故事的 说得没错 就是我 做火车 今天 贝琪和朋友们要坐火车去玩 兔先生是火车站的站长 需要几张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给我十张儿童票 还有一张教师票 谢谢 好了 孩子们 你们不要把票弄丢哦 请把你们的票拿出来 哦 我的票弄丢了 哦 亲爱的佩德罗 你一定要小心点才行 你的票在那儿呢 哦 你要小心保管别再丢了 哎呀 火车来了 火车 火车 兔小姐是火车司机 上车吧 太好了 这些是你们的活动表格 哦 孩子们必须找到这个活动表格上的所有东西 一艘船 一个新号灯 一条隧道 我看到了 树 可是 树在上面吗 嗯 不在 哦 我看到了白云 可白云在表格上吗 不在 我看到狗爷爷了 你们好啊 你好啊 我爷爷 哦 爷爷在活动表格上吗 糊涂的佩奇 我的爷爷怎么会在表格上呢 但是 他开着一艘船 而一艘船在这表格上 太好了 孩子们在船的选项上打了一个勾 检票了 兔先生过来检查大家的火车票了 嗯 我想我的票弄丢了 哦 太不小心了 喵 你的票在这儿呢 佩德罗 你坐在他的上面了 嘿嘿嘿 你要小心保管佩德罗 别再丢了 火车慢慢地爬上了山 哇 然后火车快速地下山了 Swan 兔先生 佩德罗 hierarchych facebook como yo The train was on the track Hop and puff, hop and puff The train was on the track 我看到信号灯了 那个,在表格上面 太棒了 孩子们在信号灯的选项上打了一个钩 信号灯让火车停下来 这样能让其他更重要的人通过 那是鸭太太和她的朋友们 哦,我们还差一个隧道没有勾呢 天哪,怎么那么黑 我们现在在隧道里了 隧道是最后一个需要找的东西 太棒了 终点站到了 全部下车了 现在大家都下车吧 但是林阳夫人 我要怎么回家呢 佩奇,我们现在已经回到起点了 火车已经走了一个大圈 请把票拿出来 佩德罗又把他的票弄丢了 佩德罗,能把帽子还给我了吗 佩德罗的票在这儿呢 哦,原来我把他放在这儿了 呵呵呵 丹尼的海盗派对 今天是小狗丹尼的生日 他要举办一个生日派对 呦呦 呦,后后 大家都打扮成了海盗的样子 呦,后后 佩德罗打扮成了牛仔的样子 呦,后 你们好啊,我的小宝贝们 就连狗爷爷也打扮成了海盗的样子 你好啊 狗爷爷 叫我大胡子狗 你好啊 大胡子狗 你们这些小小的海盗们 有没有人想要去汹涌的海上探个险呢 你为什么说些奇怪的话 他说的是海盗用语 想玩我的海盗游戏的孩子们 请说 这会是个危险的游戏吗 不会的 佩德罗 狗爷爷已经向我保证过了 这会是个非常安全的游戏 肯定会很激动人心哦 有谁想来玩 这是我们的作战计划 很久之前我有一桶金子 那是我的正当所得 但是我的金子被霍格船长无耻地偷走了 什么 海盗说的话让人有点难以理解 霍格船长抢走了我的宝藏 哦 而且霍格船长他是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海盗 你们有些人可能已经认识他了 他就是我们的猪爷爷 哦 是猪爷爷啊 我们首先要找到霍格船长的藏身之处 把我的宝藏抢回来 但是不能被他发现 太棒了 每个人都很兴奋地想要玩这个海盗游戏 你好 猪爷爷 我们要出发了 非常好 非常好 猪爷爷和鹦鹉玻璃守护着海盗宝藏 让我们看看谁可以第一个跑到船上去 这是什么意思啊 跑到船上去吧 站好了 把你们的救生衣穿上 在狗爷爷的船上 所有的孩子都得穿上救生衣 那个狡猾的大胡子狗应该快到了吧 你可以先喝杯热茶 猪爷爷 哦 谢谢你 猪奶奶 终于要出发了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大胡子狗先生 我想去一下厕所可以吗 我也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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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久还没到啊 你好啊 狗爷爷 你刚才不是说已经出发了吗 是的 是的 我们快要到了 要把我的船员们聚起来太不容易了 现在起锚了 全速前进 遵命 大胡子狗 我早别快来去 大海我真不能死 全海的狗狗在这儿 放下来一杯 准备靠岸 孩子们终于到达了猪爷爷的果园 我们的游戏就是找到我的宝藏 但是不能被捉到 小海盗们要加油哦 小声一点 妈妈 我希望我的附近没有海盗出没 因为他们会想偷走我丰富的宝藏 佩奇和他的朋友拿到了一份宝藏 而且没有被抓住 这个是硬币巧克力呀 大家都喜欢硬币巧克力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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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你了 狗爷爷被猪爷爷抓住了 你想拿走我的宝藏 是不是 这是我的 这可是我光明正大赢来的 得了 你才没有呢 哦 就是我赢来的 谢谢你霍格船长 还有大胡子狗 为丹尼举办的海盗派对游戏 哦 这是我应该做的 呃 是的 我也玩得非常开心 祝你生日快乐 丹尼 这个是最好玩的海盗生日派对了 哦 你好啊 我是猪爸爸 哦 电话好像出问题了 你看 这个电话里说的都是什么 哈喽 您怎么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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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是毛驴先生打来的 他刚才说的是法语 哦 我就知道这样 妈妈 毛驴先生刚才说了些什么 他问小毛驴戴芬能不能来看我们 哦 太好了 小毛驴戴芬是佩琪很特别的朋友 他是法国人 戴芬将要来这里和我们练习说中文 太好了 我们最好快点 戴芬的火车马上就要到了 终点站 请下车 那是戴芬坐的火车 戴芬 本书 本书 在法语里的意思是你好 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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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驴先生 哦 我的天哪 这个大箱子是戴芬的吗 是的 戴芬为了这次的出行带了点小东西 带的都是这边没有的东西 奶酪 面包 番茄 水啊 我走了 戴芬 明天晚上的时候我再来接你 戴芬的行李要放在什么地方 放我房间 就是我们家里最高的地方 好吧 你不是只在我们家住一个晚上吗 哦 是的 所以我这次才带了这么小的一个行李箱过来 好 戴芬来这里是为了练习说中文的 所以你们都要帮助他才行 没问题 妈妈 但是 我要先说一声抱歉 因为我的中文说的并不是很好 但是你说的也不差呀 你真是太好了 猪爸爸 但是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是和中文有关的问题 当然可以了 这方面我可是很擅长的 随便问吧 中文里的并列短语和偏正短语分别是指什么呢 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呃 现在已经很晚了 好 我们来帮戴芬把床铺好 妈妈 妈妈 戴芬能不能睡在我的床上 床的两端更放一个枕头吧 好主意 佩琪 佩琪和戴芬分别睡在了佩琪床上的两端 好了孩子们 快睡觉吧 你们明天会非常忙的 带芬要去你们的幼儿园参观 哇哦 Dorme bien Dorme bien 在法语里的意思是睡个好觉 可是我一点都不困呀 嘿嘿嘿 那么我们来唱首歌吧 这样的话就会困了 好的 哦 Fraire Jacques Fraire Jacques Dormez vous Dormez vous Sonnez les matines 大家伴随着戴芬好听的法语歌 进入了梦乡 戴芬来参观佩琪的幼儿园了 梦乡夫人 这位是我的法国朋友 小毛驴戴芬 Bonjour 啊 Bonjour Delphine 戴芬昨天晚上为我们唱了一首好听的法语歌 那我们也为戴芬唱一首歌吧 唱那首乒乓歌吧 是啊 就唱这首乒乓歌吧 我对这首歌非常的好奇 好的 Woo We're playing a tune And we're singing a song With a bing and a bong and a bing Bong bing boo Bing bong bing Bing bong bing de bong de boo Bong bing boo Bing bong bing Bong bing de bong de boo 真好听 我真的非常喜欢你们的这首乒乓歌 Bing bong bing bong bing de bong de boo Bong bing bong bing bing bong 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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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但是今天是星期六啊 猪妈妈 难道不是 不是啊 今天是星期四 猪爸爸星期四是要上班的 一会儿见 再见 可怜的爸爸必须得去上班 妈妈比较幸运 你可以一整天都在家里玩 我可没有在玩 我在用我的电脑工作呢 乔治喜欢玩快乐小鸡的游戏 乔治 如果你想玩快乐小鸡的话 就要等我把工作做完 杨妈妈和苏西过来接佩琪 一起去上幼儿园 你好啊 佩琪 你好啊 苏西 在幼儿园里玩得开心 再见 妈妈 努力工作哦 杨女士 你要工作吗 还是只要玩 我今天会非常努力地工作的 我一会儿去健身房 你在健身房里干什么呢 跑步 跳高 还有跳绳 妈妈 你这可不算是工作 你这是在玩 佩琪和苏西到了幼儿园 嗨 大家好 你好啊 佩琪 你好啊 苏西 好了 孩子们 今天我们要来玩开商店 哦 谁来做商店的主人呢 我 我 我 佩琪和苏西 你们来做商店的主人 其他人呢 可以做客人 佩琪和苏西 准备来开一家假想的商店 佩琪 我们要来做点什么呢 我就来负责收钱吧 苏西 你呢 就负责拿东西过来 好的 小狗丹妮是第一个顾客 你们好啊 老板 你好啊 高先生 能给我来点饼干吗 谢谢了 苏西 我们这里有没有饼干呀 没有 但是我们有一个玩具电话 那这个电话要多少钱呢 这个玩具电话的价格是一百块 谢谢你 好了 下一位 你们好啊 老板 能给我来点面包吗 谢谢 没有 但是你可以考虑买这个玩具房子 你想要把它放在袋子里吗 好的 谢谢你 总共是一块钱 谢谢 哦 但是我没有这么多的钱啊 你下次来的时候再付给我们吧 天呐 这就是努力工作 是的 你们好啊 老板 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价值一百万的东西呢 苏西 我们这里有没有价值一百万的东西卖呢 嗯 一根胡萝卜 好的 谢谢 小兔瑞贝卡喜欢胡萝卜 哈哈哈 放学时间到了 祝爸爸来接佩奇和苏西回家 哈哈哈 爸爸 你今天工作忙不忙呀 忙啊 我今天工作非常努力 我们今天也在非常努力地工作哦 我们两个当了商店的老板 嗯 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再这样 写完了 然后打一 猪妈妈完成了她的工作 哈哈哈 好了 乔治 这个时候我们或许可以玩一会儿快乐小鸡了 因为工作完成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淘气的妈妈 你竟然在玩快乐小鸡的游戏 啊 那是因为我和乔治完成了工作呀 是不是乔治 我们都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让我们一起玩吧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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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营度假 佩奇和她的家人开着露营车度假去了 早上好啊我的小家伙们 早上好啊猪妈妈 我喜欢露营 既然我们来到了郊外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看大自然的风景 好主意猪妈妈 那我们来看大自然节目吧 大自然的奇迹之一 鸟类 真是不错 走开快点走开小鸟 我们听不到电视的声音了 哦猪爸爸 如果你出来只是为了看电视的话 那我们的露营就没意义了 在家也能看电视 嗯说得好猪妈妈 这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我们可以去 有树木的世界 什么是树木的世界 树木的世界就是布满了树木的森林呀 这个听上去有点无聊 或者是这个土豆城 那什么是土豆城呢 一个可以参观土豆田的旅行 结束时还可以有土豆吃哦 听上去很有意思 还有这个鸭子乐园 什么是鸭子乐园 是一条很宽的河 上面都是鸭子 鸭子乐园 我们去鸭子乐园吧 嘿嘿嘿 佩奇和乔治很喜欢鸭子 可是我们要怎么去鸭子乐园 露营车带我们过去 你们好 今天我们要去哪里 去鸭子乐园 谢谢 请沿着这条路行驶 保持执行 欢迎来到鸭子乐园 你们一共要几张票呢 成人票儿童票各两张 祝你们玩得愉快 鸭子们在哪里呢 也许他们在度假呢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野餐吧 鸭子们迟早会出现的 就在我们野餐的时候嘛 佩奇和乔治喜欢野餐 看 鸭子们过来了 别吃爸爸 我们需要拿面包去喂鸭子 好吧 你好 鸭太太 更多的鸭子来了 鸭子们的兄弟姐妹们都来了 又来了许多鸭子 这两只是鸭爷爷和鸭奶奶吧 这些估计都是叔叔阿姨吧 我们的食物现在喂完了 鸭子们 你们要跟我爸爸说谢谢哦 不用谢鸭子们 我喜欢鸭子乐园 是时候该回家了 我想知道回家最近的路该怎么走 向前始终执行 开到河里 哦 你确定吗 确定 请你开到河里 但是我们不能开进河里呀 没错 它根本就是在胡说 请按下蓝色的按钮 露营车就这样开到了河里 我们的露营车现在变成了一艘船 可是我不太希望这样 欢迎各位使用未来之车 你们看 那是小狗丹尼 还有他爷爷 你好啊 猪爸爸 你们好啊 继续开 到达下一个山坡 你的目的地已经到了 我们到家了 谢谢你带来的美好假期 露营车女士 不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虽然出去度假很好玩 但是我还是更喜欢 回到我们自己的家里 晚安了 我的小家伙们 晚安 佩德罗咳嗽了 今天是上学的日子 佩琪和她的朋友们在上音乐课 玻璃小姐有个娃娃 对不起 羚羊夫人 哦 糟糕 佩德罗咳嗽了 你们不要担心 我马上打个电话给棕熊医生 你好 我是棕熊医生 你好医生 我是羚羊夫人 有个孩子生病了 你不要慌张 我现在就过来看看 你们是哪个人生病了 我一直在咳嗽 我知道了 是没谈的那种咳嗽 还是有谈的那种 我不知道 但是它是这样的 你什么时候开始咳嗽的 就是羚羊夫人开始唱歌的时候 你的咳嗽并不严重 但是佩德罗的咳嗽可能会传染给别人 传染是什么意思呀 当一个人在咳嗽的时候 有时候其他人也会跟着一起咳的 那么我需要吃药吗 只要吃一勺这药就行了 不过这味道可能不太美味哦 这味道就像一只在里面灌满了果浆的旧鞋 太感谢你了 棕熊医生 再见 和我想的一样 佩德罗的咳嗽确实会传染 小狗丹尼和小羊苏西被佩德罗传染了 张开嘴巴 这个药的味道就好像是地毯味的酸奶一样 这个药的味道就像是花朵 做得好 孩子们 吃药的时候就该这么勇敢 那么你会生病吗 棕熊医生 不会佩奇 我从来不生病 我每天都会吃一个苹果 再见 再见 放学的时间到了 家长们都来接孩子回家了 妈妈 爸爸 我今天咳嗽了 棕熊医生刚才已经来给我们看过病了 他还给我们吃了一种很难吃的药 林阳夫人 你现在可以唱歌了吗 当然可以了 哦 玻璃小姐有个娃娃她去 哦 糟糕 所有的大人都被佩德罗传染了 你好 我是棕熊医生 我是小猪佩奇 所有的大人都生病了 别太担心佩奇 我马上就来 你们大家好啊 都被佩德罗的咳嗽传染了 没事的 都排好队 然后张开嘴巴 这个味道就像是大奶壶和旧袜子 谢谢你来为我们看病 棕熊医生 当你生病的时候 谁来照顾你呢 没有人来照顾我 我从不生病 哦 糟糕 就连棕熊医生也被佩德罗传染了 不要太担心 再见 再见 棕熊医生太可怜了 他生病了 但是却没有人去照顾他 哦 谁来找我了 你好 我们过来照顾你了 这里有些水果 还有一个抗诊呢 你还要把这药吃了 哦 味道就像是 果酱酸奶味道的淡奶壶袜子 哈哈哈 我们还要为你唱首歌 这样能让你感觉好一些 哦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